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15号称 清理加沙地带的瓦砾废墟需要15年时间 据半岛电视台报道 近东救济工程处15号援引联合国环境规划署评估称 清理加沙地带约4000万吨瓦砾废墟需要长达15年的时间 这项工作需要100多辆卡车 成本预计超5亿美元 近东救济工程处指出 战争留下的瓦砾废墟对加沙地带民众构成致命威胁 因为其中可能含有未爆炸的弹药和有害物质 半岛电视台说 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持续9个多月 加沙大片地区变成了废墟 一些瓦砾被石棉污染 会导致包括癌症在内的肺部疾病 以色列军方今年6月底估算 自本轮巴以冲突以来 以色列战机向加沙地带投掷了约5万枚炸弹 其中2000至3000枚炸弹未能爆炸 据英国《卫报》15号报道 加沙民防部门表示 马力堆里未爆炸的弹药 后续会导致每周发生十多次爆炸 造成人员伤亡 报道还称 如今加沙地带重建的预估成本 是联合国和巴勒斯坦官员今年1月份估计的两倍 而且每天都在上涨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15号通过社交媒体表示 加沙地带遭到破坏的程度不可原谅 各方是时候展现政治勇气和政治意愿 最终达成协议 加沙地带遭到破坏的预估成本